各位滾滾足弓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做YouTuber的故事 要分享的就是YouTuber的詐騙案 那就是我被騙了 這段期間因為疫情嘛 很多人的工作跟生活都受到了影響 所以就很多人也開始加入來做YouTuber的行列 既然有人跳進來那我就來分享一下 做這個行業它的盈利方法有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廣告收益 滾滾足弓從開始做到可以做盈利 就是可以打開廣告收益的時候 是事隔9個月 那是在2019年的3月 滾滾足弓收到了第一筆來自於Google公司給的廣告收益 所以我的老闆算是Google了領Google的薪水 那我收了多少錢呢 27.73美金 第一個月的收益 就等於如果你去一間公司應徵上班 9個月是沒有薪水的哦 第10個月你領到的薪水是27.73塊 正常人的話不要說9個月了 9天就翻臉了好不好 然後我還是笑笑的 我拿到了 我成為YouTuber了 再來的一年 我的薪水都沒有超過一萬塊 那這些不是我扣掉成本哦 是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法拍 我一個月就是按照廣告收益 給你一點點的補貼 那第二呢就是頻道會員啊 頻道會員也是我們創作者的第二個收益 第二呢就是透過周邊來去賺取一些收入 那周邊有什麼呢 就像是例如我們的滾滾梯啦 還有第三個 也就是例如像課程啊 課程當然就包括像實體的課程 或者是線上教學的課程 以上剛剛有提到的收入啊 像是廣告收益 還是頻道會員 在YouTube這個平台上面 所創造出來的品牌價值 會有三成被平台所抽走 只有七成會拿到我們的創作者手中 那包括頻道會員我們的入門VIP呢 是每個月一百塊 也就是你們支持滾滾足弓的這一百塊呢 有七十塊會到我的手裡 有三十塊就會進到Google的口袋裡啦 那像在今年初 我們就收到了一封信 就是美國政府像Google在講說 對於這些創作者來講 美國要加稅 如果我們的這些收益是來自於美國 美國的政府就會針對我們這個頻道 再額外的去抽稅 那其實就反映了 其實之前有很多 YouTube大號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一個創作模式 你不知道能夠玩多久 因為它的規則是在別人手裡的 所以其實做這一行的風險真的是不小 好那再來講到業配啦 或者說品牌代言啦 那廠商今天要把資源下給誰 他可能那個創作者就會有很好的資源來去拍片 有業配有經費 他就願意拍一些好東西給大家看一看 或他想拍的東西是比較需要預算的 有這個預算 他就可以去創作更好看的影片給大家 那他就得到了第一個資源 就是製作費上的資源 第二個呢就是廣告預算的資源 YouTube他會提供這些這麼多雲端的空間啊 這麼好用的平台來讓大家使用 他主要的收益就是來自於他的廣告收益 所以AI會把流量算給那些可以帶來廣告的人 一些創作者他們可能就跟品牌啊 或一些課程合作 那這些公司就會幫他們在FB啊IG上面去投放廣告 那他們的能見度就會更高 那這兩項資源代表什麼呢 有一句俗話說就是文無第一 武無第二 那事實上對於廣告商來講 他想要去投放 他肯定是要投在有廣告影響力的人身上啦 這些好的資源可能都會去算給比較成熟的創作者 那如果我們想要從素人提供一些好的東西讓人家看見 事實上是非常難的 那作為一位YouTube的創作者呢 誰不想要有錢啊 我也想啊 那當然我們會在我們的說明欄裡面啊 去留下一些聯繫方式 就希望說看看有沒有人願意跟我們合作 不論是影片跨界的合作 或者是廠商的合作嘛 那我們最早收到類似廣告代言的那種呢 他是群發性 通篇啊 都沒有寫到滾滾珠光或Bolingman 這些群發性大多還是英文的 他感覺就是那種以前的那種廣告系統 他把很多人的那些名單拉進去 然後就一次群發 看有沒有人傻到去點那些連結 反正我沒有這麼傻 我沒有被騙 再來呢 我就有收到一樣是英文信喔 然後裡面就有寫說 Dear BOLINGMAN CHANNEL 他知道他要找我了 那我就看到 這個也是一間國外公司啊 來自於波蘭 波蘭的人為什麼會想要看滾滾珠光 我不太懂 但你錢要給我很開心嘛對不對 寫Email回覆 就是確認一下這個是什麼事情 然後那間公司就回覆我 沒有這個事情 一閃誤會 OK 人家想騙你啊 所以 其實我們大多收到的信件 都是垃圾信件啦 不過後來呢 我收到來自於 Adidas 的這個 合作邀約 然後打開來 有說 嗯又想跟我們BOLINGMAN合作 再看一下發信來源 那個小老鼠 at 後面是gmail.com 唉 我才不相信 Adidas會用Gmail發給我 唉不要這樣騙我好不好 欺騙我的感情 再來呢 我又收到了 Google的郵件 他告訴我 滾滾珠光 你的表現 宛如巨星 將成為 創作 新秀 然後就噢噴煙火 噴煙火 我就覺得 這幹嘛 這是詐騙嗎 這要騙我什麼 而且他裡面有一個 最吊詭的東西喔 他在下面解說 你不要告訴人家喔 唉 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告訴人家 第二天 我又收到 你已經是創作新秀了 請 糟告天下 他就寫說 打開youtube 到探索的那個區塊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創作新秀這個欄尾 然後我就去看 我以為創作新秀就會跟發燒影片啊 或者說各個分類啊 他是一個欄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創作新秀 唉不是耶 創作新秀 只有我耶 哇 太誇張了啦 噢 那我當時 是睡醒在花手機 然後看到這個之後 驚喜 彈起來 哇 好像得了那個最佳新人獎一樣 我收到那封 宛如巨星的那封 有件是6月1號 在6月2號的時候 我們就登上了探索 探索的那個欄尾 還在發燒的上面啊 我覺得這個至少很舒服啦 雖然沒有說想像中的那種 真的有爆發性的成長 但是至少有過得到新人獎的那種感覺 就覺得嗯 一切開始順遂的時候呢 我又收到一封 合作搖約信啊 上次愛迪達騙人的 這次來了 Nike 喔 說實在 打開 Nike那封有件的時候 真的眼淚都要掉出來了 他第一個欄位就是解說 就是 就是親愛的創作者 那我是 我們 Nike的這個宣傳公關單位 那想跟你們頻道合作 我們要去推出我們的 夏季的服裝 請你在我們的行路 新的行路裡面去選 你所要的產品 那我們將會把產品提供給你 你只需要在你的影片當中 曝光這項產品 例如 我的 Bodyman with you 喔 這樣超過30秒 你不需要 介紹 不需要說穿的Bodyman 會拉近你以300分的距離 你只要穿 喔 那你就完成這個任務了 只要你完成了這個影片 然後發給我們 做確認 我們會給你 1500塊美金 然後 直接用你指定的方法 會給你 例如用西聯 用轉帳 喔 他講的方法 都非常的符合 我們創作者思維 因為我們的廣告收益 如果透過轉帳 會有非常高的抽成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去開一個 西聯的帳號 然後 可以有比較低的手續費 我就覺得內行的講話就是不一樣 他不跟你囉嗦 我們要跟你討論 你要怎麼樣創作 你只要曝光 我就給你 然後他有一個附件 就是他的那個卡托拉股 聯繫人呢 就是 真的 興奮 非常興奮 那個 郵件 很想看一下 Nike新的行路 什麼樣子 打開來 就看到幾個 我覺得 好好看喔 我可以穿這個衣服 來代表 體育人 來經營體育頻道 終於 可以達到這個境地 還有一個大檔 收到這個郵件的時候 人在外面 那就打不開 那一剎那真的是那種眼淚感覺要奪框而出 其實大家無法想像 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 這幾年來承受的壓力有多大 剛剛跟大家講說 九個月沒薪水 再來的一年 領不到一萬塊的薪水的時候 就算你可以接受 你的家人 不見得會認同你啊 就像我媽是一個 很 傳統的 媽媽吧 他不是那種特別開明 他會覺得 我之前的工作待遇又還不錯 他就覺得 你為什麼要放棄這些 去做這個YouTube的創作者 你到底想得到什麼 你是在遊戲人間嗎 不能做一點進行欸 那就不能認同 那他當然後來看到 做得好像 對這個社會 有一些正能量的影響 他也覺得還不錯 他就跟我講 如果 真的 你沒有經濟壓力 讓你全心全意的去 做這個行業 而且 或許 那對你來講 就是 很棒吧 但是其實 你還是有你的生活的責任在嘛 我相信 大家出了社會之後 你除了要養活自己 你可能還有很多的事情 你需要去負擔了 Nike這封信 給我那個認可感覺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我媽 我跟她講說 媽 我被 大廠台 聯絡了 你要不要猜一下是誰 我媽猜不到 然後我很興奮 跟她講了半個小時 我跟她說是Nike 我跟她講我這次沒有被騙 我媽從電話裡面 由衷的為我開心 那一上來你會覺得 我努力那麼久了 就是 就是要 要被 人家肯定要被認可 要 她不會覺得 我在這邊辦料子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人家 有的隨便拿手機拍一拍 就可以 有那麼好的觀看 那麼的受歡迎 然後 是不是我不適合這個行業 那你傳授人家這些打球的 自己出去打球 又打得不怎麼樣 那種壓力很煩你知道嗎 季梅也跟我講過啊 我們來拍了影片之後 會面對很多 同才的酸言酸語啊 他們會講 現在做網紅了啦 所以球都不好好練啦 所以打不好 誰沒高潮誰沒低潮啊 然後 除了自己的狀況之外 還有太多外在的因素 會去影響著運動員的表現 我們 真的沒有什麼支撐 的做到現在 真的是 不太經得起人家的那種酸言酸語 我真的覺得很沒有必要 唉 尤其 有很多的前輩不認可啊 有 唉 各種的 各種的留言 我覺得 這都沒什麼 反正 Nike 認可了我 就夠了 回去 家裡就趕快把那個郵件打開 這想要把那個卡托拉庫再下載回來 選一下 結果 那郵件居然 沒有辦法 第二次下載雲端耶 哇 這高科技耶 這是Mission Impossible才有的規格吧 打開 你將在15秒後 自動消灰 登 登 登登登 Nike 大公司 才做得到 那好在 我的那個 電腦技術還不錯 趕快打開手機 看看有沒有暫存檔 欸有 暫存檔 趕快再把它 轉傳到雲端 Nike 你應該沒有想到 欸 這個創作者 還這麼懂電腦 哈哈 然後我就 再把它宰下來 那我是用蘋果電腦啦 那我宰下來的時候 副檔名是 EXE 我就覺得 怪怪的耶 為什麼要用EXE 難道大公司 用EXE打開來 會有 怎麼樣一個 自動掩飾的東西嗎 這時候我突然想到很多 我想到了 柯氏兄弟 因為柯氏兄弟 帳號被盜的時候 第一時間打給我 航大 你有沒有想關鍵怎麼辦 欸我不是在笑他 因為他拿回來 因為他高興 那他有拍一條影片 去講這個過程 我就在想 要是遇到詐騙怎麼辦 遇到詐騙 請打 反詐騙專線 165 但是我相信 165 應該沒有在受理 YouTuber 創作者 被騙 他們應該沒有在經驗吧 想想這個真的不對 電腦 我真的還OK啦 所以 我再去找一台 我的PC 舊的電腦 用沙盒 沙盒是 它會 有一個 化開來的一個安全區域 真的是病毒 或者是什麼的話 它就會在這個沙盒裡面 擴散 然後鎖在這個沙盒內 那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你就把這個沙盒刪掉 它不會去影響到 你的電腦 我心裡在想 如果我這個EXE打 打開來 它秀一段影片給我看 或有一個PDF的那種 自動演示的給我看 那 它應該真的是Nike 我打開來之後 它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再次想起來 柯氏兄弟三個人 坐在撞球桌旁邊 在講的那個 被騙的那個經歷 我突然在想 好像被騙喔 好 那 它都是從Nike公司寄過來 它又有署名 那麼我就回信 給他們喔 看看 確認一下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 很認真的寫了一封 英文的郵件 寄給Nike公司的公關部 然後同時寄給 Anna Jones 大概就幾秒鐘的時間吧 那個 後台 就回彈給我 Anna Jones AtNike.com 當信 心就涼了 我 被騙了 來分享這個故事呢 是 這個事情是我 真的很希望 這件事情發生 花掉了真的整整一天的時間 再去找 網上有沒有人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有沒有其他創作者 他們也是有收到Nike的這些信 那我後來發覺 欸其實很少耶 就除了上次柯秉毅他們 被倒帳號之後 他們出來講的那條影片之外 你現在去搜尋 YouTube 詐騙 找不到什麼東西 那我就覺得 喔這個經歷 可能把它講出來吧 或許 將來還會有人再遇到一樣的事件 那如果真的興奮的過頭 而我又剛好是用一般的PC電腦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去把那個EXE打開 打開來之後 就可能被倒帳號 那柯秉毅他們就講 他說 他們影片 就沒有備份嘛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直播就直接上傳的 他就講說 這疫情期間不能出國 這一年的心思都放在 他們的柯式撞球的創作上面 被倒帳號那一瞬間 會感覺世界 塌了 我真的不誇張 龔文竹公我拍三年了 如果真的被倒帳號 或者這個帳號就人間蒸發 我真的心裡會空掉的 那你不知道我們這幾年為了這個創作 我們掏出了多少東西 那會空掉的 那好在的是 可是用力他沒有把他們帳號拿回來 那好像其他的創作者 他們類似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Youtube給他們幫助也蠻大的 都是讓這些創作者可以拿回來 但是 也是會有拿不回來的風險吧 或者上面會有一些重要的資料 觀眾啊 粉絲們留言給我 或者說有時候寫一些信給我之類的 這些鼓勵真的是我 走下去的動力啦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這一個月是龔文竹公 創立三年以來 第一次遇到負成長 可能作為一位保齡球的Youtuber 現在疫情期間我不能搭保齡球 所以大家覺得不好看了嗎 所以退訂了 或者說我們也因應這些需要去做一些轉型 大家不能去接受那就退訂了 第二就是流量當然也掉很多啦 頻道最然訂閱還沒有很高 但我們的觀看次數也還不錯 那前陣子其實也就掉下來 就是平均都掉下來 那我覺得當然啊 你沒有地方沒有舞台嘛 以前我們常說沒有給選手舞台 他們沒地方打球 你沒有給Youtube舞台 沒有球到 我們也很難有舞台表現給大家嘛 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從我得了創作新秀那一天的流量 暴增為1.5倍之後 我從隔天開始我的流量就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我就跟我媽聊這件事情 她跟我講說 欸你這很像人家說那種得金鐘獎欸 然後得金鐘獎之後 可能就要成績很多年 有那種得獎魔咒 難道我拿來一下新秀獎也這麼嚴重嗎 那我們的流量大概是只有平常的 一般的四分之一吧 我會覺得原來當時其他網紅們 在講的那些危機就是這樣 就是當AI不再眷顧你的時候 你可能比你想像中的還要慘 這段期間 我們想辦法上了很多的片 然後也想辦法去提供更多的內容 那也許知識跟資訊都爆炸的情況下 大家可能沒辦法接受那麼多 也沒辦法去看到我們的頻道 可能也覺得說 現在看了你的頻道 學的那些打球的東西 我也不能去球道上驗證 我到底為什麼看 我看了可能會手癢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在審片 我看一看我也會手癢 所以我其實能夠理解 可能這段期間大家不想去看滾滾助攻 所以這一條我就想說 就用朋友的方法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實在做這個事情 會遇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的喜、我們的杯 跟我們遇到的狀況 我們這段期間沒有比較輕鬆 那影片出來的成效 也不達到我們的預期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改變了 我們持續在週五晚上八點更新這件事情 大概是從跟六指淵那時候合作 因為他是每個禮拜六晚上六點 然後我們就禮拜五找個時間 八點 然後持續更新了 這麼長的時間 我想 再來就不定期更新了吧 一直以來我們就是為了YouTube的演算法 因為所有的前面都這樣告訴我們 定時發片 YouTube的演算法 他就會去照著你嘛 那現在明顯的YouTube的演算法 不照著我們了 那我就覺得 我也沒有要按照他的遊戲規則來玩 週五的固定發片 就會先停下來 我可能會選一個其他的日子 來做固定發片 那平日呢 就可能 再按照 我們拍攝的內容啊 節奏再去上片 那也許會調整吧 也許會回到一個禮拜出一條片 來 兼顧好我們想要的品質 那以及VIP的權益 更專業的內容 技巧討論啊 或者是一些球的知識啊 可能就會放在VIP嘛 那就是把比較推廣性質的東西 才放到一般的主頻道來給大家欣賞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訂閱我們並打開小鈴鐺 那如果你想看那些影片 或者你就是想支持我們 那就麻煩請VIP幫們加下去 想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也歡迎上蝦皮 來購買我們的滾滾梯 或者把一些贊助合作的機會 會介紹給我們啊 最近還有幾支厲害的計畫在進行 那幾支影片拍出來 我覺得也都會是那種 讓自己覺得很棒的作品 也覺得大家應該會喜歡的 那也希望可以讓這頻道 慢慢的它的熱度回來 那也希望可以獲得大家的支持啦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那我們訂閱起來 下一集見 拜拜